生于乱世嫁昏庸皇帝 从太后到公主杨丽华的一生究竟有多坎坷 说起这句话大家似乎最先想到的就是沈梅庄 然而北周皇后杨丽华身上的气节丝毫不比沈梅庄逊色 她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所生的女儿 她的一生有太多的身份转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她身上的气节 在杨坚还是北周臣子的时候 杨丽华被选中成为太子妃 嫁给了当时的太子宇文云 宇文云继位后杨丽华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皇后 这个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呢 母一天下 只可惜宇文云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杨丽华也不是她的唯一 她可以罔顾刚长伦理 策利包括杨丽华在内的五位皇后 这对于杨丽华是一种直接的侮辱 若换成别的女子 可能早就哭哭啼啼大闹一场了 毕竟杨坚那时是宰相身居高位 母家的支持还不足以给杨丽华撑腰吗